安坑轻轨同车后 民众最常抱怨的就是没有厕所的设置 现在终于有了 在新北市议员刘哲章的争取下 安坑轻轨第一个 同时也是全台首个轻轨公厕 就设在玫瑰中国城站 规划了一间男厕 两间女厕 还有一间无障碍亲子友善厕所 内装完备 干净明亮 可以说是媲美五星级 内部明亮 干净舒适 这可是全台第一个轻轨公厕 就设置在安坑轻轨K2玫瑰中国城站 由于按照交通部轻轨系统建设 和车辆技术标准规范 轻轨车站内都没有厕所的设置 但自安坑轻轨通车后 就有不少民众反应 因为车站附近都没有公厕 相当不方便 因此当地玫瑰里里长 石田次就向新北市议员6这张反应 终于争取到这新北第一个 也是全台首个轻轨公厕 这样来到安坑轻轨如果没有厕所 我相信你也会怨声载道 所以也非常感谢侯市长以及捷运局 他们的理解 那我们盖了一个全台湾第一个轻轨的一个厕所 不但是造福我们所有搭轻轨的这个居民 尤其对一些年纪较大的长者 我想这个是功德无限 我觉得是真的是对我们玫瑰社区 包含说有来到我们那个玫瑰中国城站的轻轨的搭乘的旅客 都是非常的非常的便利 里长石田次指出 之前通车带来人潮 但民众搭轻轨来到这里想要上厕所 就只得走上一段路到福德宫 对于长辈来说相当困扰 现在有了公厕的设置 真的是加汇民众 议员刘哲章表示 安坑轻轨K2玫瑰中国城站的公厕 设有一间男厕 两间女厕 和一间无障碍亲子友善厕所 内装完备 同时有紧急求助领 以及使用灯亮显示 更有户外监控和24小时保全人员管理 可以说是媲美五星级的公厕 除了有24小时户外的监控之外 他同时还兼具24小时的保全 那里面还有 这个紧急求救领 就是遇到一些状况 那保全就会来处理问题 那里面的一些设施 我相信这个可以说是 媲美五星级 新北市员刘哲章强调 在去年市政总质询中 就强烈建议要增设公策 尽管在台湾亲北车站 都还未有先例 但民众需求迫切 尤其安坑亲轨兼顾通勤和观光 两大功能 唯有完善公策的设置 才能够让轻轨发挥更大的效益 最重要的是解决民众如策的需求 带来更好的搭乘体验 记者杨邦友 周芳琪新店采访报道